電動自行車輕巧便利 騎起來又比單車輕鬆 要上路還不需考照 深受民眾喜愛 不過最近三年騎電動自行車的車禍頻傳 三年多了四成 接下來交通部將納管 還要保強制責任險否則開罰 外界一直很希望電動自行車能夠掛牌 掛牌之後他就 除了他交通違規比較好 辨識車主是誰可以做舉例之外 也希望掛了牌之後 他以後就能夠來比照現前機車 投保這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要掛牌之外 還得強制戴安全帽保保險 不過現在的交通違規記點罰則 也被檢討 很多人罰不怕 有立委要提案修法 將現行問亂的記點制度 明確改為罰金1200元為一級距 2400塊以下兩點 3600塊以下三點以此為推 記點的時效更從半年延長到一年 一年內如果被記了六點 就得掉扣駕照 是一個好的方向 但是我覺得效果感不一定有那麼好 不違規的來講 應該是沒有什麼好想 但是如果是平凡違規的那些人 但是我覺得應該也是 跟警察取締的那個方式 應該是比較有關係 雖然民眾看法兩極 不過出發點都是希望 可以降低肇事率和違規建樹 確保民眾行動安全 楊廣新聞綜合報導 無論沒錯 救命運動員 有關 有關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